今天集齊了三百多個小朋友一起建這個地方 我們很希望透過今天的workshop 鼓勵小朋友了解一個家的設計 去了解一個社區的建築是怎樣 可以移動 那你的坑呢 高度是修理的 沒錯 其實竹签就是 教他們或者啟發他們怎樣去想 去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例如有一組的例子 他們會說想在家裏做一個波波池 其實這些想法很好玩 是完畢 其實城市和家都是一樣的 連繫這個字是最重要的 連繫人與人 連繫人同大自然 所以家一定要聚到人 完成了 家不是一個地方是一個意義 是人群居的意義 而我最喜歡我們這個作品的地方 就是它旁邊有些草叢和一些矮的花叢 就可以讓小朋友去玩捉衣恩等等的娛樂活動 就貫切到家這個意義 開過!開過!開過! 城市最重要的空間 它中間圍著會有一個很大的廣場 讓人有喘息的空間 我們看過你們這麼多的夢名 在當中要選三份出來 真是殊不簡單 所以不如我們快點宣布他們 天二三 就是喇喳主員 今天的活動我覺得很成功 和他們的創意 是完全能夠發揮到臨漓進展 炒浪造成 年輕建築師計劃 來吧!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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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好棒